不仅气便宜才是王道 那么过去要上KTV的话 至少一两千块跑不掉 而在台北市这个热闹的圆环 这个这位老板的脑筋冻得快 他的KTV一首歌只要十块钱 果然在周末假日吸引了大批人潮 三五好友利用周日下午聚在一起唱唱歌 好不开心 不过别为这群中年师奶 来到的地方是高级KTV 仔细看这包厢的内装 不过就是四五平大 外表更是普通隔音设备 因此收费非常便宜 一个钟头两百五 那也比一般的钱贵便宜 对 很便宜的 对啊 老板又不错 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接下来做这个KTV 一年 一年 一年下来好不好赚 不好赚 怎么说 你一条隔十块钱就赚什么 一个小时十几条隔一百多块钱 一首歌只收十块钱 怎么会这么便宜 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电影院和美食街 小包厢是当年为电动玩具店所设计的 如今没落之后 小坪数没人要又卖不掉 总计十几件的小包厢 干脆改成KTV 反正月租几千块又便宜 就当成废物里用 都什么样的人来这边唱歌 欧巴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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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附近的一些欧巴桑 还有他们前面民生社区里面 那个活动中心里面有一些歌唱班的 卡拉OK歌唱班的人 志同道合一起来唱歌 业者明知赚不到钱 也是咬牙苦撑 反正这个商圈已经没落好多年 就看改成包厢是KTV 能不能起死回生 中文新闻里面灯 学校转阿公雅麦 台北采访报道